房市专家警告不能碰的五类房屋 越来越不值钱 房市大好可不是买什么房屋都争执 专家指出五种类型的房屋越来越不值钱 选购时可要留意 第一种类型就是太古老的毒灰器 因为这类型的器翼啊 通常都是最早发展的器翼 整体的建设都已经定型了 很难做整体的欢修和改善 像是万华七啊 它的器翼行情就是不会高 因为整体的公共设施都太成就了 所以这七亿的整体房价就是涨的慢 也涨的少 人口外流的县市如云林嘉义等地 相较于台南没有足够的产业支持 即便房价暂时炒作 房价也不一定上了去 另外像是偏交的房价表现较差 如新北市巴黎 房价长年维持低档 一字头二字头 升值效果不明显 真豪宅具备优良地段门禁森严 管理成本高 动辄两三百平 尤其台北市新益 大安豪宅附加价值高 行情不菲 最高可达一平 两百九十九万 但市面上也出现假豪宅 只是坪数盖很大 建商就想卖到豪宅价 实际上住户数值也没达到 让消费者误信 持有五六年房子比入手价还差 导致亏损上千万才能卖掉 这类案例层出不穷 像是领口就有这类产品 保值性还不如市中心的小宅 消费者只要上网查询 豪宅陪受亏损等关键字就能辨别 高价店面因为电商网购 还有外送外带当道 再加上民众消费习惯 也因为疫情而改变 另外还有外在的 所谓商圈移转的各种因素 收支增值 解税效果不如以前诱人 中小东路四段东区去城市旁边 就有好几栋是整栋空租 而且空租的时间都超过半年以上 那我们看到它的租金损失 动辄就在百万元起跳 国际上现在大力在推动碳中和 还有净零排碳的环保趋势 我们看到台北市有很多老旧的商办 屋龄都超过30年甚至40年以上 它在节能的这个条件上 做得非常没有效率 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污染 这类像是北市敦化南北路 南京东路 仁爱路 中校东路等路段 有许多屋龄30年以上的 纯半大楼 无法符合智慧建筑要求 往往在使用上需要维修 还有限制 将可能导致外商金融机构 又不愿进驻宁愿到郊区租上班 在未来这些旧的大楼 可能因为产权复杂又没办法 因为重建的因素而使得整个在市场上 淘汰的机会会越来越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